议会人员 我现在有请那个省次议长 议长你好 三个单位的这个议算 大概看起来 我们省政府的部分 市议都是减少 福建省政府呢 是增加312万 而我们省次议会增加2100万 但是因为你们各单位的议算 都不多啦 不多 单开来一看 很明显是增加在哪一个部分 那么实际上 市议长前几天也都有 办公室跟我过通过 我是非常认同 我是很认同 省次议会这些议员 开会应该多多少少要领一些车马会 包括营救会 议长也提到 因为是无几职 没有任何的待遇 召集他们开会 始终 没有办法 参与 所以我大概也看一下 你这个省次议会的议员的名册 现在总共是29人 现在已经第几届了 现在第四届 现在第四届 前面几届 第一届第二届第三届第四届 你们有没有聘原住民的 只有原住民身份的议员 好像有第一届第二届有 后来到了第三届以后没有 那我就认以后 我曾经提醒 这个邪密师长 当时邪密师长 我说假定有 有缺的犯啊 是不是应该优先来递捕我们原住民 那个 请教一下 议长 是 有没有聘 还是有聘 不愿意 不愿意担任 有没有这样的状况 因为我们有认期之 所以现在呢 没有空气 认期是多久 认期多久 认期是到明年12月20号 一届是四年 三年 三年 对 我看了这个名单 第一届29人 有两位是原住民 对 一个是三地原住民 对 钱文胜 另外一位是平地原住民 专精生 对 之后 第二届 第三届 第十届 都没有 都没有 第二届不是有 是没有啊 在我记录里面是没有 所以这样的状况 有29位啊 虽然是无几子 没有什么任何的待遇 这样的情况下 我总觉得说 多多少少 还是要尊重这个主权 主权的一些代表啊 对 因为是无几子 我现在正在怀疑 是不是因为 没有待遇 你们病了之后 不愿意来 还是你们完全没有病 现在应该很清楚的 就是完全没有病嘛 二三十届都没有病嘛 对 那一张你觉得呢 这样没有病 你认为怎么样 没有病原住民生犯的 你认为怎么样 因为我刚刚跟委员报告过 我舅舅以后 我查解到这个问题了 所以我跟行政这边反应来 有缺 假定有空缺 应该优先来考虑 我们原住民 那这个任期就是到明年 明年十月二十号 十二十号 那议长已经是等于答应 下一任要聘的时候 一定要有原住民 对对 好的 他希望能够比照第一阵啊 有平地原住民 也有三地原住民的代表啊 跟委员报告这个聘呢 不是我的 但是我想我会提醒行政 因为这个之前在行政 行政的秘事处 秘事长那边 我会来建议他们特别 注意这个 我把委员啊 还有像原住民主委啊 他们关心的 我大概都会来反应 这你针类的这个 两千一百万的这个议算 等于是他们将来是作为研究 研究费嘛 我跟王技师委员的 刚才在底下也提到了 编练是可以了 完全没有待遇 真的讲起来要来 请人家开会 叫人家做事 那是相当困难 但是能不能 你们再斟酌一下 因为刚才前面委员提到 依法无计的问题 这个报告委员 这个无计职 但是呢在职规程里头 后头淡得职研究会 所以依法还是 因为这个不是薪水啦 那么我想我尊重大院 我尊重委员会 委员会认为一个 合理的一个应该 这合理的调整 是 我们尊重 另外前任的这个 省制议长 袁医长 ties 宇林雅 他上一次 也到过我那个地方 我们共同研究 对原著名这个 可数历史的问题 是 口数历史的问题 这个议长 我是不曉得知道不知道 跟委員報告 我之前我剛剛講了 我們以前議長 議長他是很用心在 口試歷史 但是我就認了發覺 很多的爭議 因為口試歷史 假定忽略了 那麼會引起當事者 或者他的後代 很多的爭議 我現在稍微改成一種方式 今年我們開始在做 希望所有的省議員 我們都做小狀 就是他小狀就好 那麼對於這個口試歷史 我們現在改成 對從參議會的時代 一直到省議會的時代 做數件的 每一個重大數件的口試歷史 我想這個 這樣可能在歷史的一個 一個保存上 意義會比較好 所以我們已經聘請專家 在做這一方面的規劃 好 因為上次他跟我提到 這口試歷史的問題 我覺得 蠻有意義的 現在議長 改為用小狀的方式的話 我想 這個也是可行的 也是可行 總歸一句話 下一次的這個省議會的 批用 批任的話 希望能夠考慮到 原住民的犧牲 謝謝 現在請我們福建省 謝主席 建委您好 我請教你福建省有沒有原住民 記住 目前有 有目前甚至還有十五百位 十五百位嗎 是 因為我們原住民的立法委員的選舉是全國性的 我在馬嘴拿了好像七票還是八票 金門我也有票 好像十幾票 最近增加的 是最近增加多一點 所以說啊 這個這個這個福建省 福建省全部都是當地的人啊 我們原住民也就四五百位啊 是 也是蠻多的 是 所以像這樣的情況啊 我想 剛才也有委員提到 鄭立宿長的問題 因為鄭立宿長這樣我們原住民來講 我們是非常 尊重 是 年紀雖然比我小 但是他的 政治方面的這個歷練 是我的前輩 他的表現啊 是都受到我們的肯定 實際上我們也是非常非常的希望他能夠 當這個野民會的主委啊 現在因為剛好拍到福建省這個地方 大概也提到了 這是一個歷練 這是一個成長 更何況我們有四五百個原住民在 在福建省這個地方 記住啊 所以我想 一個人擺在哪個地方 我覺得這不算很重要 要看到的表現嘛 是 那個 那些主席你覺得 鄭立宿長的表現如何 他不僅是稱職啊 而且能夠讓我們在 在福建省 包含金馬地區呢 我們 我一直認為 一個社會朝向多元化的發展 是 絕對是正面的 那麼他也可以為我們帶來一些不同的想法 一樣都是屬於偏遠 原住民跟金馬 但是呢 我們在文化上面有差異 我們在過去的歷史上有差異 那麼我們 鄭立宿長呢 他能夠把這些原住民的一些優點 一些可以跟我們 同樣處於邊垂的金馬地區 帶來一些互補 那麼我想 這個對於一個社會的 這個未來的發展啊 至少 啊 在這方面 他的他的優點呢 啊 我覺得不管他在這邊 在位有多久 我是希望能夠從他身上 多看到一些 值得我們未來發展的一些優點 這個 啊 主席你講的我 我相信 因為 按照他過去的這種歷練啊 他的表現 絕對是 啊 這個工作他絕對非常称職 啊 一定會很称職啊 啊 他經常也回到家鄉啊 他也是經常炫耀金門這個地方 馬祖這個地方都好都好 相互選擇 對 他回來的時候啊 也跟我們相親啊 講講講講說啊 我們這個福建省啊 這個地方的好處 好好的地方 讓我們更深更進一步的了解 啊 這個福建跟馬祖跟金門 這一代啊 這整個情形 這是我覺得很好啊 是 他難得把我們閩南文化也能夠推銷到原住民的部落去 我想這也是一大貢獻了 所以當然 我們是非常希望了 啊 當然我們希望他啊 有那麼一天還是 啊 回到我們自己的這個 啊 服務的方位 服務的單位了 希望還是能夠到我們原住民這個地方 啊 當然這個主委的這個工作 這是我們求职 求职不得的一件事情 那 謝謝我們主席剛才的說明 謝謝 好